今天娛樂CSI 不如跟大家講講這陣子人氣急升的電視藝員 當然不是講林峰 林峰這陣子已經夠紅了 他的電視劇集已經紅到去日本了 連日本的網民都覺得他的談情算案抄襲日劇 所以在日本方面已經開始有人認識林峰 這次真是恩禍得福 不是講林峰講誰 跟他同樣在7月30日和31日都要開Show的黃祖南 很多人都說祖南最近因為太紅 所以令到他得罪很多廣告商 今天還傳出了他的大快活廣告 亦都被人抽起了 究竟祖南是不是真的態度那麼差呢 不如一齊娛樂CSI 當然祖南的態度當然不是差 都不知有多少廣告商多喜歡他 如果大家有留意他的時間表 這陣子他除了拍全家福六獸之外 亦都接很多Show 紅館有很多Show他都有份去表演 而且自己這陣子忙 當然他7月30日和31日 在醫館舉行的個人棟篤笑 所以令到他真是忙得不得了 連祖南自己都說 這一陣子他真的睡了三個小時而已 大家可能會覺得全家福六獸 都是一個星期出一次都是一個小時而已 怎可以搞到祖南那麼忙呢 祖南就說由於他們三個很緊張一個Show 所以他們拍完之後 會在晚上那裡立刻看這個Playback 而且會跟上那些剪片、錄音、運音、Effect 所以整個星期都是很忙的 做完一集之後又要想下一集的計劃 所以搞到他們真是很忙 除此之外你都見到他們三個 經常都登台的 紅館有什麼Show 當然找他們做嘉賓的 所以搞到他們真的很多事做 而祖南更加要為他醫館的Show而努力 所以最近他自己都覺得自己非常之累的 你知道很多廣告商見到祖南這麼紅 當然是想找他拍廣告 其中一個就是大快活 大快活就跟TVB說 由於他接下來就想推出一個全新叫做口切豬扒餐 他們就打算快找祖南來拍了之後 就推出去市面上 因為希望暑假之前就可以做到這個promotion 怎知道跟TVB說 多期多期 因為祖南實在太密了 搞到拖延了整個月 整個宣傳的計劃都延遲了 當然在廣告商的角度 當然是覺得非常之生氣 給錢你還要等你整個月 還影響了全公司的推廣計劃 所以他又想說 接下來都是不要再找祖南拍廣告 如果每次都這樣等的話 整個月遲了 他說不如找個第二個 反正錢就給了 所以他們現在是打算找杜汶澤 再拍大快活廣告 而飛起黃祖南 就算這件事 也有人問過大快活的發言人 他們就說這件事是商業的秘密 所以他們不方便說 他也不知道消息在哪裡傳來 但就算這件事 那些記者就掉了 去找了Manny Manny其實就是杜汶澤的經理人 亦都可以算是黃祖南半個經理人 因為黃祖南是簽約英皇的 Manny就說 是就是真的 大快活的確是想找杜汶澤 去拍大快活廣告 不過大家聽一半 其實他打算找杜汶澤和黃祖南 一起拍這個廣告 由於接下來TVV會推出全新的劇集 而這套劇集 剛好就是祖南和杜汶澤一起做 這套劇集會在7月8號上映 剛剛就是小杯休戰的時間 他說可能那時的收視會好一點 大快活就希望在那段時間 禁招是祖南和杜汶澤的電視劇上映 拍了一個廣告幫助這個宣傳 所以這一場只不過是一個誤會 其實大快活本身和祖南還簽了三個廣告 所以怎會這麼快飛起他 但祖南王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 看他這麼多事情做 所以沒時間算不到旗 都是人之償情 說這麼久 是時候八轉公投 八轉公投的題目 想問問你 你相不相信黃祖南因為太忙而得罪廣告商呢? 你可以將你的意見去到八轉娛樂的網站 click up討論區 將你的意見發表 今晚我們會播放 珠江小姐加拿大賽區選拔賽真人show的第三集重播 將會在今晚九點到十點播放 如果大家在上星期六 miss了一集的話 就記得今晚要看 未來的星期六 我們會播放我們在Niagra Force拍的外景 所以就是美人美景 而且是非常之精彩的 我們大家都付出很多的努力去拍這一集的真人show 所以大家記得今個星期六要收看珠江小姐